我想这个赖平瑜当时在这个立法院起家的时候 他当时是坚持说政府应该要被监督 那自己做了民意代表之后却忘记做了民意代表 有被第四权被人民监督的权利 今天记者发问的是公众议题 你可以选择不回答甚至你可以选择怎么回答 今天如果你选择站住脚就不是以这种回避的方式 那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发生不快 你可以就事论事 我只问讨论是非对错有这么难吗 所以这个赖家到底是怎么打造这个白亿这个云报 是不是不敢讲 我想从这个赖平瑜的反应 大家应该很清楚 这个媒体朋友昨天如果在场的话 你们应该都知道 昨天其实来龙讯曼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这个记者会的现场 一开始大家是先问可不可以受访 那这个主办单位跟赖平瑜使出吊虎离山之计 让大家在会前没有办法发问 那会后之后勉为其难的这个小公主答了云报能源的一两题题目之后 接着想要大家要问福茂包牌赖家妇女好处禁收的部分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不敢答还是没有答案可以回 所以就开始这个往前跑快步往前 那我的立场很简单假摔就是假摔 没有的事情你不能随便栽赃在别人头上 那今天不是这个有声量的人就可以出来胡说八道 我希望这个赖平瑜作为民意代表自己还是要有点分寸 有点想问一下会不会觉得说他的这整个事件其实也让人联想到之前 陈信瑜的状况 我想这个网络上很多的评论就是有一种陈信瑜的记事感 就是大概就是你们谁没拿过我爸的钱的那个调调吧 另外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栽赃 就是他在24小时内三度改口啊 那不就代表说他明明就知道这个当时是没有人推他 所以恶意栽赃好像被先人跳给差点先人跳赖给这个媒体 会不会很过分 我想各位从此以后在采访的时候 你各位自己小心啊 这个这件事情大家从他自己的脸书发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嘛 因为这个发文编辑的历程 大家网络上都查得到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所有现在在支持赖平瑜的朋友 你们要支持他说是个记者跟骚 我没有意见赖平瑜要这样主张 我也尊重他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说记者推他 后来说记者狂追他 现在说记者跟骚他 这一辆赖平瑜车车的目的地已经改过三次了 所以大家要确定这辆车上了之后会前往哪里 他说这个这个记者是跟骚惯犯哦 你有看过哪一个这个侯又宜啊或者是赖清德 或者是哪一个政坛人物被追被追访的时候有被说是惯什么骚扰吗 我想这个乐听大众的标准应该都要一致来检视啦 那过去不乏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各式各样的议题 然后必须要在公众面前回答 甚至接受各种友善也好不友善也好的提问 那这个合理的监督当然大家都欣然接受 那有的时候如果问题超出界限 我相信乐听大众也会心里有一巴尺 那无论如何接受这个媒体提问 只要是公众议题我认为作为民意代表都有回答的权利 不管这个答案对你自己是不是有利 那今天很显然赖平瑜就是因为这个福茂议题 赖家妇女包牌红利全要很难以启齿这个答案 所以只好使出这一招 那他要怎么解读记者昨天的这个采访的过程 我觉得他都有权利自己去自由发挥 那但是事实只有一个啊 我相信昨天在场有各式各样的敬畏 大家如果对昨天的这个过程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其实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很多素材 那挺没有关系 但是家庭就好笑了 谢谢大家